当你学一点点的时候,你会觉得自己知道很多,但是当你学到很多东西时,你会发现你知道的很少,节衣谢地。 我们很多人都听我说,我父亲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很笨,我二十五岁的时候,他好像亮了一点,我三十五岁的时候,他突然亮了。 这颗小宝石体现了智慧定义的一部分。知识是收集更多信息的动力,智慧是放弃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的愿望。 智慧的这一方面体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与其试图用你所知道的,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,不如承认他们所知道的。 一句善言是超越岁月的智慧。